何雅村已多年未曾召開村民大會 這次再度辦理 除了建立一個平台 讓民眾能夠表達訴求外 也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民眾了解 近期地方建設工程的相關進度 我們有的這家村民大會 已經幾年沒有開這個村民大會了 所以為了我們這些村民 要聽這些村民的意見 大家來開這次的村民大會 一些討論一些事 就這次的村民大會 讓這次村民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這個村民的由來 怎麼來做 針對本市村民大會中 有村民反映 何雅地區沒有公車路線經過的問題 縣議員許舒暇也提出看法與建議 來幫助地方解決交通問題 對於我們的這個交通車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交通車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 我們如果有機會 有公所這邊來購買 我們的這個 鄉內公車 如果可以來開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這片村 像何雅村它就有車子 可以來抵達到各村來去 洽工也好 在這裡是說 拜訪朋友都可以啦 所以也非常感謝我們傳隊的用心 大家 我們也說我們的風雨未來更好 大家共同來努力 村民們所關心的 何雅村自來水管線 施設工程進度 於本市會議中 也向村民們詳細說明 對此 縣議員吳瑞芳也肯定 獻服的用心 幫助地方改善用水問題 這片村民主要來自來水 這片村民主要來自來水 這個部分 圓館這個部分 我們管政府這片 第一季的 也已經支持在完成了 很感謝管府這片 很用心 現在要來第二季 所以說 他也要快要來圓館用得好 可以來送水 鄉親有自來水 來使用 議長何勝峰也期盼 透過村民大會的辦理 能夠了解民眾的需求 與心聲 幫助地方改善問題 營造一個更完善的生活環境 記者盧宇凱 入股採訪報導